刚刚连续8公里下坡之后 现在又连续10公里下坡 太过瘾了 真的是太过瘾了 不过这种过瘾是短暂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10几公里的上坡了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前面好像看到一个徒步了 它带了一只狗 徒步颠造 哇塞 牛逼 你在直播吗 对 啊 你也是 去西藏 对对对 能不能聊会儿 可以啊 好 哇塞 就你一个人是吧 对我就一个人我就一个人 那个 昨天昨天我遇到了 两个也是骑行的 哇塞今天早上把那个上面那个坡爬下来啊 直接很倒 因为我这个车没有刹车 那你为什么不装一个呢 不能 不能装 装不了我这个是 不是 你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可以装个 装个那个把手吗 就 就 不行 不行的是吧 哎你太阳能 我我看见太阳能电板就就就就一块小的哦 够用吗 两块啊 哦上面还有一块是吧 对啊 哦这样挺好挺好挺好 哇碰到一位徒步的大神了 没办法 他是从弥勒去西藏的 就是 啊 太牛逼了 他在直播由于由于他在直播我也不好跟他敬聊了 所以只能我先走了 有缘再见 有缘再见啊 好慢点啊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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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下面 就是金沙江了 非常的漂亮啊 这里就是茶马苦道的观景台 然后对面就是金沙江了 非常漂亮啊 这里还是金沙江 真的是太漂亮了 英宁到迪庆来 香格里拉虎跳侠 这边还是金沙江 然后就来到了香格里拉了 香格里拉欢迎您 再来近距离观看一下这个雪山 太漂亮了 看看山上面的雪都还没有融化 哇 哇 太漂亮了 这里就是虎跳侠镇了 然后在这里做一下最后的补给 因为这边到香格里拉一百多公里 几乎就隔了一个六十公里 那有一个小镇吧 就是这六十公里就 连续上坡没有什么补给的 所以我要在这边补给一下 买几天的 买几天的菜啊和一些干粮之类的 这个小镇真的是太漂亮了 不愧为虎跳侠镇啊 他们的房子很有地方的特色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灰尘比较多 你看汽车一过去那个灰尘很多很多 今天的录影地真的有点悬了 现在是已经将近五点钟了 然后我现在还在金沙江的 呃这边一条国道吧 214国道 这两旁全部都是这样的 几乎都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些水泥地或怎么的 找不到录影地 我现在也只能往前面继续走了 再看一下了 这里是香格里拉市的一个金星村吧 呃村 村委会是在后面 我刚刚是就是进到里面 询问了人家就是 呃我说能不能再让我在这个地方搭个站吧 那个人说可以可以 这个地方是个篮球场吧 后面你看 那边 本来我打算是在那个台上面高一点吧 我刚刚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一听那边是个养牛的 就是那个地方 呃刚刚 有牛的叫声在叫 所以我就宁可 呃跑到这边了 稍微远一点吧 呃稍微远离一点那种牛吧 可能那种牛身上有跳着或者怎么 就是也不太好 我之前已经中过一次招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是个厕所 就是没有水 不过我带的水也足够了 好了我现在开始搭帐篷了 今天炒两个菜啊 一个是香菜牛肉 这个是牛肉 然后还有一个是鸡蛋辣椒 一个是鸡蛋辣椒 一个是鸡蛋辣椒 一边是鸡蛋辣椒 それ以后是鸡蛋辣椒 这个是鸡蛋辣椒 然后再加入银沫的炒饭 再加点甜 这样一倒香菜牛肉就完成了 今天没有放姜油 银沫蒜 这道就比较简单 然后再加入灵魂的葱和香炭 就完成了 这样一道辣椒鸡蛋就完成了 香菜牛肉 青椒鸡蛋 哇塞今天两个菜丰富啊 没有饮料是不行的 哇爽 就是从虎跳峡镇出来之后 就这个录音机真的是很难找很难找 特别的难找 哇今天这个银虫也挺多的啊 就是它这边就是旁边呢是那个金沙江 然后两边都是很窄的 都很难找到那个录音机 除非就是找到像像我这样的这些就是 冲雨会之类的吧 今天其实我找的都差不多已经绝望掉了 真的特别的难找 真的特别的难找 今天还好 假如说明天后天 那可能就更更难找了 真的 特别炸饭 把这个拌在饭里面 太过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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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天开始吧 应该就吃不到肉了 除非它沿途还是 就是有就是一些村子吧 它有肉卖 呃我这边现在就是距离 香格里拉斯大概还有90公里左右吧 90多公里吧 然后连续60公里上坡 我估计是没有补给的 嗯 所以我今天在那个 胡椒侠镇这边 买了两三天的那个补给吧 就是都是素的 买肉了 肯定就是撑不到两三天 都坏掉了 所以未来的两三天 可能就吃不到肉了 只能每天只能每天吃素 或者是压缩饼干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